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用来做语音克隆的 这种类型的工具 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所以咱们就不去详细的介绍了 大概这类型的工具 基本都支持这个零样本的克隆 就是你提供一段很短的音频 大概四五秒或者两三秒都可以 那么它就可以完全复制这段语音的一个音调 这种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确实 然后我们直接看工具 工具的话还是 看一下这个是4.28G 在自己下载 然后启动 加载比较快 稍等一下 那我们直接启动 这是使用界面 比较简洁 没什么态度可说的 咱们直接来做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标签 第一个是语音克隆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第二个其实就是创建一段语音 有两个性别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克隆一段语音 那么我们来找语音 这个还是用我们这个准备好的 这个听一下 房子非常破旧 因为年久失修 就这段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录制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输入一段文字 这边呢是用来输入这个 生意的这个文字样本 我们来输入一下 这边文字我加上了 呃加上表点符号的话会避免一些奇怪的错误 然后呢我们这边输入我们想要克隆的文本啊 这个呢我们来找一段 就这段啊全部弄下来 然后呢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资源的占用 这个资源占用比较小 5.4对吧 5.4的话 因为我机器上开一些别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项目呢 实际可用 实际就能用 还是不错的 资源占用非常的小 结果出来了啊 给大家听一下 在一片脆微的草地上 一只憨太可居的黑白熊猫 正专注的坐在草丛中 到这儿大家发现什么 后面没了是吧 那么这个工具呢 有一个小bug 小问题 这个地方啊 需要删掉 假如你这个地方写上这个 语音对应的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这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后面的文字会全部消失 不会生成语音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 重新跑一遍 出来了 大家看到了 这回这个语音就全了 给咱们稍微听一下 在一片翠绿的草地上 一只憨太可居的黑白熊猫 面条上撒满了新鲜的蔬菜和香料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熊猫身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背景是一片生机勃勃的 中景特写镜头 展现熊猫与食物之间的亲密接触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来换个语言 我们试一下英文 它这个工具的 只是这个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 其他语言不能用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会儿我们不找那么长了 找个短点的语言 先逃一下 好出来了 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效果没问题 看一下下一个 可以创建一个语音 我们直接来这个 就它这段话 直接来跑一下 这个效果大家听到了 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内容就这些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来体验一下 这个工具还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 拜拜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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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